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學聽獎金 好 歡迎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久不見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好 這邊 你們好 大溫先生好 拍Mia Mia 拍Mia 那天我不是跟她約她開會 不是 我跟她約八點 奇怪 從八點到八點半 都還沒看到人 為什麼呢 不是 大會 大會 對 我要走金鐘了 你看 我走 我走 後來很可憐她來說 因為她剛剛 做什麼壞事 沒有啦 我坐車禍 然後坐大概兩個小時的筆錄 對啊 那誰的車這麼衰 重點 重視的就是我 沒有 我覺得我拍一秒 就要進停車場 但是我剛好遇到一個摩托車 剛好在鑽車 就撞到我的車子 摩托車愛鑽 是有在騎摩托車的 一定要小心不要亂鑽 對 因為鐵包肉 問肉包鐵不一樣 是 秋天到了 雖然常常下 但我們 對 介紹給觀眾 差不多開始要進補了 對 現在是螃蟹季節嘛 對 這是 早蟹 早蟹 來 來 來 自從 自從 你剛剛自從那個車禍 你現在開車比較慢 對 從從那邊開過來等你幾分鐘 你開車開 我可以有車亂鑽 你知道我可以看一下 真的這是螃蟹餐耶對不對 對 這甜點放到最後了 這誰介紹 這是我要介紹給大家 真的好厲害 好厲害 對 這是飯嗎 這下面有飯 它其實是一家非常有名的 凍飯叫開凍 然後很厲害 它這家的那個肉都非常的飽滿 主要是因為現在是秋天嘛 所以就很推薦來點這道 因為它是 松葉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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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它的蟹餃 很大 好酸喔 不用看就吃吧 對 自己來了 自己來了 那它這個是限量的 每一天只有二十份 是喔 對 然後所以大家一定要 每天搶先去吃到 然後它是從十月七號 到十二月七號 所以只有兩個月 兩個月而已 對 這是什麼牛肉嗎 對 它這是海陸雙拼 對 所以大家還可以 今天 它一碗這樣賣多少錢 因為其實 真的是螃蟹真的比較貴 可是它非常的飽滿 你看裡面還有這個鮭魚卵 又有牛排 然後還有一整隻的松葉蟹喔 這樣子才1090 其實很好吃 可以耶 可以 沒有 你看那個飽滿 真的很好吃 很厲害 非常特別 那接下來還有一隻螃蟹 這個是要介紹一下 對 這個是黃咖哩滑蛋軟殼蟹 對 對 它是用三種咖哩 然後去 再加上泰國的辛香料 變成黃咖哩 然後它的咖哩呢 會帶來一點點蔬果的甜味 對 非常厲害 但我覺得 沒有 最重要就是上面那個東西 軟殼蟹 沒有 它有鹹蛋黃的香氣 那要攪進來嗎 對 可以攪拌一下 咖哩加鹹蛋 你說這裡啊 對 金砂的那種 對 金砂的那種 對 金砂的那種 對 然後它再加上兩隻那個 軟殼蟹 擺在旁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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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香氣 對 還好下飯喔 而且還整隻的那個 軟殼蟹 對 而且其實你有沒有吃到咖哩 它裡面還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細細的口感 所以變成金砂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 這個是螃蟹的那個 是蟹糕嗎 蟹 沒有啦 是甜蟹啦 對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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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扁極的 妳怎麼會這樣 好哥 我做妳的證明 來... 來... 周二豬那麼近耶 他撞車撞車 你跟他夾起來的時候 我要吸一下 九十千塊... 九十千塊 好笑喔 你會... 我跟妳說 妳沒事是假的嗎 就跟妳有檢查 好 這個真的好吃 但不會太鹹 不會太鹹 可是它咖哩太鹹對不對 結果太鹹還是吃個蔬菜 這個喔 蔬菜了 在吃這個之前 我來信一下 再來吃這個飯 這個是海爐翻紅花烤飯 翻的紅花怎麼會 對耶 翻的紅花 知道會了齁 但是呢它... 這間是一個絲廚料理 絲廚料理 對 它叫香菜 然後它是用鑄鐵鍋下去烤的 那上面呢 這個海魚 它的香氣呢 剛好會滴在這個飯下面 整個這個 這樣會巴滿了這個魚的甜香味 它還是用魚好香喔 它魚好香喔 或者是用那個 就是西班牙燉飯的燉飯 可是因為它巴滿了它的汁 所以它不會吃到中間 有硬硬的那種感覺 超美心的 而且吃起來真的滿甜的 魚啦 魚啦 鮮甜的 鮮甜的存在 海爐 今天這些菜都介紹得不錯 對啊 海鮮 那這個青菜是 這個是他們的烤蔬菜 是滿有魚啊 對 它好像壁點的 壁點 那那是溫的嗎 這麼大一個 因為像一般的那種沙拉菜 它其實出來是溫的 是溫的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這個雖然是師廚 很像一般人都覺得師廚 聽起來就是很貴 就很貴 我這樣一個人是只要兩三千塊 就算了頭這樣 沒有耶 它這次做經濟套餐 除了這個飯之外 它有一些甜點 飲料做搭配 在台北嗎 對 在台北 一千塊有找 是 對 一千塊有找 有... 那真的滿 這很適合小資族 滿好的 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是蜜子對不對 蒙布郎 蒙布郎是什麼 蒙布郎那個 蒂子蛋糕 講蜜子蛋糕 上面是蜜子蛋糕 蒙布郎 那是你他的名字嗎 我說蜜子蛋糕 不是蒙布郎 蒙布郎 滿滿的蜜子味的 好蜜子喔 好蜜子喔 蜜子很蜜 這個蜜子不錯 很好吃啊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套餐 很好吃 很好吃 它裡面其實還有包 那個是藍... 藍莓耶 還有藍莓 蔓越莓嗎 蔓越莓 櫻桃還是蔓越莓 所以吃到中間的時候 外面是很甜的 中間帶一點微微的酸 不會很膩 一般的栗子蛋糕裡面沒包 就是只有外面的栗子醬 你們剛剛那兩個是怎麼在做 再一次 剛剛在做什麼 你剛剛不是餵她 那我為什麼餵她啊 沒有 你看 怎麼了嗎 沒有 他整個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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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這角度 我看到文綺是這樣子 好像在看你啊 他還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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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要含 沒有... 我有... 你跟蜜亞真的是太好了 好 感謝 今天介紹這麼好吃 都是四方料理 但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還教大家怎麼做菜 大廚小腿部 今天我們請來 Marco老師請一個朋友 第一道菜 是 今天第一道菜是 減肥專用的 減肥專用的 泥麥海鮮沙拉 泥麥是這幾年很夯的一個 非常夯的一個 是... 因為它還有很豐富的 植物性蛋白質 而且它的膳食纖維 是地瓜的七倍 所以它熱量很低 你吃下去有飽足感 可是卻不會有澱粉 帶給你的負擔 有些用拿那個代替米飯 沒錯... 而且你知道它還有Omega 3嗎 它可以幫助小朋友的腦部發育 很大喔 對 所以它不只減重 它還是全家大小吃 超級濕 對 可是很多人煮泥麥 都直接拿去煮 煮完之後口感太硬不好吃 其實它要先做一個小臉部 就可以讓你的梨麥有米飯幫的 蓬鬆感 這麼小的 所以題目來了 好 要讓梨麥有米飯的蓬鬆感 應該要先做什麼小撇步呢 A 先甘草再煮 B 先泡水再煮 C 煮的時候放點油 那邊很快 這邊看 兩邊答案不一樣 答案不一樣 就沒有時間性的差別了 那美食姐妹她要來C 就是之前我看那個人家 在教我怎麼煮梨麥的時候 他就說在裡面加一點油 就是可以讓它就是比較快 而且就比較均勻的就熟成 受熱 對 均勻受熱 好 那這邊選B的原因 我們是以比較傳統的方式 就是在煮 紅豆飯的時候 如果太硬的話 要先泡個水比較好煮 對 先泡水再煮就對了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怎麼回家 他等於這個獎金累積到 下一題變實現 為什麼是先甘草再煮呢 我們看解答影片 梨麥是最夯的瘦身食材 蛋白質比牛肉還高 但是你會料理梨麥嗎 沒關係 我來教你 今天來做超好吃的 梨麥海鮮沙拉 食材有 梨麥 白蝦 花枝 蛤蜊 番茄 生菜 蒜頭 調味料有 義大利葡萄醋 義大利綜合香料 黑胡椒 鹽 橄欖 橄欖油 一開始先把蛤蜊 花枝 白蝦仁 汆燙後冰鎮備用 吃不慣梨麥嗎 只要多做這步 梨麥就有米飯的蓬鬆感 煮梨麥之前 記得先乾草一下 讓梨麥牙跑出來 梨麥就會鬆軟好吃喔 再將梨麥加水 煮至沸騰後轉小火 大約煮五到八分鐘就好囉 來調醬汁囉 在碗中加入義大利葡萄醋 義大利綜合香料 黑胡椒 鹽 橄欖油 蒜碎 在生菜中加入海鮮 拌入醬汁 最後撒上梨麥 就完成了超健康的 梨麥海鮮沙拉 很難得都沒人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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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喔 所以有秉極執照 文綺吧 玉兔也有吧 而且我是介紹玉兔的 我是介紹玉兔的 你們兩個來 你們有秉極執照的 有執照的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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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兔還滿好吃的 對 它要先炒過 然後把它的水分蒸乾 它的牙蹦出來 那牙蹦出來也是在裡面煮對不對 對 牙其實炒的時候 它就開始在蹦 對 它一蹦出來 它口感就會膨鬆 它口感滿像豆類的 像紅豆那種煮到很爛 它是一種顴骨類 所以它就是有那個口感 顴骨 而且非常建議大家 梨麥就這樣分開煮 不要放到飯裡面煮 你放到飯裡面煮 有人放到飯裡面一起蒸 梨麥都被... 乾掉水 都被它擠到了 對... 擠到它牙沒有供出來就不好吃 難怪那種素食店 以前有推那種梨麥米 對 梨麥米 梨麥米漢堡 對 沒錯 滿厲害的耶 大家學會啦 會 來 接下來進入第二道菜 接下來進入第二道菜呢 也是跟義大利菜有嗎 有 第二道菜 瓜哥說對了 義大利牛肉丸 我相信這道菜 大家沒有吃過 也應該都看過 對 因為餐廳很常見 對 其實這道菜很適合假日 媽媽帶小孩 全家一起來的 動手做的清洗料 揉那個肉丸 對 揉成肉丸 而且它做好之後啊 它配義大利麵 配燉飯 夾在麵包裡面 其實都很細 那一定很喜歡 對 沒錯 小朋友也很喜歡 可是很多媽媽帶小孩 做好之後 烤好之後 就覺得肉丸太過乾彩 對 這好吃 不夠脂肪 其實你只要放入一個秘密食材 就可以讓你肉丸 超級脂肪的 好 所以題目來了 要讓肉丸多汁 應該要加什麼食材呢 A 鮮奶油 B 麵包粉 C 泡過牛奶補食 來 請坐 來喔 這裡40萬喔 好好寫 好心嗎 A 麵包粉 好 我們先問這邊 這邊速度比較慢 一定用猜的嘛 然後問她想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鮮奶油算是 是一種油脂 多汁啊 對 你在任何食物 想要吃起來比較汁 應該是跟油脂有關 所以我們選擇是鮮奶油 可以滑潤它 對 好 鮮奶油 來 鮮奶油 來 鮮奶油 吐司本身它就比較容易 它會含水 吸水 那因為它 讓它先泡過牛奶之後 有帶一點牛奶的香氣 再把它包進去 它的味道我就會更進去 對 會不會是麵包粉呢 有選A 又有選C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C 對 C 太厲害了 果然是有學過廚藝的 沒錯 張文綺講做菜 還講得不錯嘛 是 就只有這個部分 來 我們看解答影片 牛肉丸是義大利經典名菜 不管在千丁堡 義大利麵都會看到它 今天馬可師傅教你做 食材有 牛角肉 雞蛋 洋蔥 蒜頭 雞湯 吐司 牛奶 番茄碎粒罐頭 調味料有 鹽 糖 白胡椒粉 黑胡椒碎 義大利香料 匈牙利紅椒粉 好吃的牛肉丸就是要juicy 捏肉丸的時候記得要加它喔 牛肉丸多汁的秘訣 就是要先將吐司撕成小片 把牛奶倒進去浸泡到吐司軟爛 因為麵包內的澱粉吸收牛奶後 會形成一種軟膠材質 可以完全包覆肉丸讓它更多汁 接著在大鐵盆中加入牛角肉 雞蛋 洋蔥碎 蒜碎 鹽 糖 白胡椒粉 黑胡椒碎 義大利香料 匈牙利紅椒粉 最後放入泡軟的吐司 混合均勻之後 用手摔打到牛角肉有筋性 再來將牛肉丸餡料放入冰箱冷藏 醃製十分鐘 十分鐘後將牛肉餡搓成牛肉丸 放在烤盤上 就可以進烤箱烤囉 將牛肉丸放入一百八十度的烤箱 烤十到十五分鐘 接著在平底鍋中 倒入番茄碎粒罐頭 雞湯 開中火 煮到沸騰後 放入烤熟的牛肉丸 轉小火燉煮三分鐘 超juicy的義大利經典牛肉丸就完成了 可以 簡單的盤子 過程很複雜 是啊 看到沒有很多 他看得強喔 張文綺沒做過 沒有做過 來... 要配醬料 來 這是小朋友會很喜歡的一道菜 沒錯 因為它這邊有一點酸 但其實大部分的味道是比較不嫩的 而且它裡面的汁液都留住了 對 有訣竅就是要用麵包 泡牛奶把它包起來 對 那你吃的時候有吃到那個麵包的 沒有 其實沒有 完全沒有 它會化掉 它會化掉 可是這道菜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各位如果想學一下 給它重複看一下 對 因為它過程滿複雜 對 搜尋大廚小撇步 可以重播看影片 想做這道菜 你一定變成很厲害的廚師 沒錯 接下來進行第三道菜 來 我們來是介紹第三道菜 第三道菜 韓國料理 安東燉雞 沒有味道 它很像牛肉耶 很像牛肉 其實它是燉雞 安東燉雞 而且它在韓國 是僅是人生雞的著名料理 就是只差人生雞一名而已 所以你把這個雞肉燉得很軟嫩 然後配上這個鬆軟的馬鈴薯 尤其是它這個冬粉 已經吸飽了那個雞的甜甜辣辣的醬汁 所以好吃得不得了 是 所以為什麼它在韓國歷久彌新 那這道菜的重點是 肌肉要軟嫩 是 那訣竅就是在加醬油的時間 對 十幾點 你只要掌握好這一點 你的安東燉雞就會軟嫩入味 所以題目來了 要讓安東燉雞軟嫩又入味 應該要什麼時候下醬油呢 A 醃肌肉的時候 B 肌肉煮熟食 C 起鍋前 A 來喔 那邊很快 答案都不一樣 答案都不一樣 你是比較慢寫的A 為什麼 醃肌肉 因為感覺就是很多 很多醬汁或是什麼的 應該都是在就是醃漬的時候 放進去就會感覺 感覺更入味啊 或是更厲害的 先讓它巴住那個味道 這邊選B 來 肌肉煮熟 因為其實醬油是有鹽分的東西 所以是以那個 就是 那個叫什麼 鹼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 對對對 就是如果是肌肉煮熟之後 再加醬油的話 它可以保持它的那個 新鮮的 你是不是之前考試的時候 有考過這一集 對…大概了解 大概了解 肌肉煮熟後 一個是醃肌肉的時候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B 肌肉煮熟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好厲害喔 來看其他影片 台灣媽媽只會煮三杯雞 麻油雞 今天教你韓國媽媽 最拿手的安東頓雞 保證讓你愛上這隻雞 食材有 乾辣椒 雞腿肉 薑 蒜 馬鈴薯 紅蘿蔔 洋蔥 乾香菇 韓國冬粉 青蔥 黑芝麻油 白芝麻 調味料有 黑糖 味醂 果糖 韓國濃醬油或醬油 蠔油 首先將乾辣椒剪斷 乾香菇 冬粉 泡軟 就可以開始炒料囉 接著取一個炒鍋 加入油 即乾辣椒 薑末 蒜末 再加入雞腿塊 馬鈴薯 紅蘿蔔 接著加水煮滾 再用黑糖 味醂 果糖調味 燉煮約十分鐘 撇步來囉 想要吃到暖嫩的雞 下醬油的tempo 絕對不能急 一定要等到雞腿煮熟才能下醬油 這樣雞肉才會嫩到不行喔 接著加入洋蔥 香菇 蠔油 蒜末 蓋上鍋蓋再煮二十分鐘 哇 快要可以吃囉 最後加入冬粉 蔥花 黑芝麻油 再煮兩分鐘 盛盤後撒上白芝麻和蔥段 暖嫩不死鹹的安東燉雞就完成了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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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跟Marco老師聊 她說安東雞是因為在韓國養雞的地方 叫安東區 對 在慶上北道那邊有個叫安東區 安東區 所以那邊雞又變成安東區 因為那邊養雞有名這樣 對 其實我剛剛感覺有點像我們的花雕雞 有點像 但是花雕雞比較鹹 後來煮的會變很鹹 對 這一道菜有點像韓國版的紅燒雞 韓國人喜歡吃甜一點 因為大天比較冷 好 師傅為什麼是加果糖不是加蜂蜜呢 因為蜂蜜煮了會不黏稠 果糖煮了會繼續黏稠 它要讓冬粉去拔下去 而且有根據研究 就是蜂蜜如果加熱的話 會產生一點毒素 所以像很多料理都把蜂蜜改掉 你看飲料店有蜂蜜的都不會讓你加熱 做熱飲 對 對 味道好嫩喔 蠻好吃的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所以可以煮到就是很嫩透耶 讓它甜甜的真的好 最主要不會太鹹 我們吃完回去還一直灌開水的 對 這次謝謝Marco老師 謝謝 A組是美食姐妹套四十萬 今天A組四十萬獎金挑戰賽 這裡面有詹詞琦 詹詞琦還有我們 最後一配四十五萬第一名的 六名的 好強喔 第六名的 紫琴 還有今年的事 三十萬 紫琴蠻近的喔 最近的事喔 很強耶 加油 繼續節目們加油了 好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大杯飲料 二大杯飲料 二紫包機 三全家統餐 聽聲音大杯飲料 來 請出題 請問近日台灣肯德基 為了響應環保 而不再販賣什麼商品呢 是大杯飲料還是紫包機 還是全家統餐 因為它可能要裝著包裝的東西 要環保 來 計時開始 減少包裝 我覺得應該是大杯飲料 因為現在所有的素食店都在響應 盡量減少塑料這件事情 對 紫這件事情 大家暫時還是沒辦法 紫包機 我記得它是外面 就是一般紙盒 或者是那個紙的 鋁箔 鋁箔 比較厚的 它是鋁箔紫的那一種是不是 因為全家統餐 我知道還有在賣 因為我昨天晚上也有看到廣告 好 因為我剛剛吃 所以我確定全家統餐是有的 但是大杯飲料跟紫包機 我現在比較偏向大杯飲料 可是現在飲料不是都換成 就是直接對口喝的 對口喝的 會吸管 可是對口喝 你如果大的這樣 不就是會撒在臉上嗎 所以可能是中杯飲料 因為大的你不方便 對 它就改成就是中杯飲料 對 有沒有大杯飲料 有 是一個 好 那就大杯飲料 不剪斷 我插花 大杯飲料A組所選 B組插花組請講 我們覺得是大杯飲料 五萬 大杯飲料五萬 老闆 小老闆 對 因為以經營這個層面來看 其實如果店家 他如果沒有大杯飲料 他其實對店家也比較省錢 因為他不需要庫存 這麼多大杯的杯子 大杯的杯蓋 他可以用中杯就好了 對 減少尺寸就不用庫存 你們是五萬對不對 對 來 請減大杯飲料 請減大杯飲料 三 二 一 其實有時候我們常常辦什麼 派對 聚餐 對 幾乎飲料都沒有喝光 對 真的好吃 你看每天丟掉殘存的飲料 看有多少 各素食店進來紛紛響應 限塑政策 不再提供吸管 其中肯德基是以蜂膜的方式取代 請消費者撕開蜂膜就口就喝 肯德基表示 由於封膜機沒辦法封大杯的尺寸 過往大杯飲料都是蓋塑膠蓋 如今為了響應政府限塑這個政策 因為你塑膠蓋如果沒有大杯 就少掉很多那種塑膠 對不對 擔心塑膠蓋也不環保 一直丟 一直丟 這樣絕育不再賣大杯飲料 對 我們支持 來 接下來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1.青椒 2.芹菜 3.香菜 他講的是我喜歡吃的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一個蔬菜 不只營養價值高 多吃還能夠有效改善 記性不好的金魚腦呢 是青椒還是芹菜或香菜 計時開始 金魚腦 我記得 會不會是香菜啊 你覺得是香菜 你最不喜歡吃哪一個 沒有 我沒有 我最不喜歡吃青椒啊 可是我記得 青椒我記得是卡牌 青菜或者是青椒耶 香菜好像沒有這麼高的營養價值 真的喔 對 我記得營養價值高的蔬菜 是青椒跟青菜 我覺得是青菜會不會 覺得是青菜 我也覺得是青菜 因為青菜很容易 不對啊 還是越不可能越可能 只是我自己沒有研究到 香菜其實營養價值高 還是你選青椒 因為我不愛吃青椒 可是青椒我覺得 這個答案也太正常 可是我記得青椒是防癌 香菜也是防癌 青椒也是 香菜也是 也是防癌 我很堅持 我想要選 好 香菜 讚... 請聽見 香菜 恭喜 恭喜 因為我真的不愛吃這個東西啦 香菜有的人 喜歡的滿喜歡的 不喜歡的味道 對 預防醫學醫師表示 存於人類心臟肝肺肾 和消化道內的重金屬之毒 只要攝取香菜一段時間之後 就能有效的清除 堪稱最佳的解毒劑 不僅如此 香菜還能平衡血糖 提升食慾 對抗細菌以解決腦霧等 是經於腦民眾的救星 如今要讓香菜發揮最大的功能 只能吃幾片葉子是不夠的 最少要吃一到兩株的新鮮香菜 一到兩株很多耶 兩株很多耶 麻雞滿多的 那你就把香菜炒蛋啊 或者香菜煮湯 炒皮蛋 用皮蛋啊 對 用皮蛋 對 但是不喜歡的它一根 都沒有辦法接受 對 真的 對 好 接下來進入第三題了 請出三個答案選擇 一 八小時 二 十二小時 三 二十四小時 請出題 下班之後想要喝兩杯啤酒 但是想要酒後騎車的話 應該要過多久才能夠騎車呢 要騎嗎 計時開始 就等那個酒精上掉 不是就是不要騎嗎 對 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這有點難因為我沒有喝酒所以 你有朋友就是喝酒 被抓去警察局過的嗎 有 但是這個應該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要把你退 就是要關到酒精退了 可是睡覺八個小時可以退嗎 我覺得八小時好像不行耶 記得是不是 不是有時候已經 回家睡覺起來 第二天騎摩托車去買東西 那其實還會不會到耶 他們說兩杯啤酒 不是說兩杯威士忌 就是酒精程度是不一樣的 兩杯應該散得很快吧 兩杯啤酒 對啊 流個汗就 你覺得 MIA 我覺得可能要十二個小時吧 因為有些人 代謝能力比較差 八個小時可能沒辦法 那以他這樣講 我覺得二十四十小時 二十四就太久了 這最好險 太多了 有沒有超過 沒有 沒有超過 請檢 請檢 十二小時 三 二 一 二 二 二十四耶 一整天耶 天啊 二十四 雖然酒精在人體內 代謝數量都不大一樣 但大約每人每小時代謝 十克到十五克的酒精 因此喝一杯啤酒或兩小杯的白酒 最好等十個小時之後再開車 但是你喝到兩瓶啤酒以上 那你最好等二十四小時 那如果喝酒的酒精濃度 速度更高 量更大的話 那可能要更長的時間 一天都不夠了 像有一些都說 沒關係 我睡半個小時就好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張文綺請就位 來 文綺 加油 加油 張文綺進入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這等一下 沖繩跟紀州島可以類似 為什麼巴黎會跟他們擠在一起 對啊 請出題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的婚紗照 選擇在國外拍攝 根據網路調查發現 台灣人最愛去哪個地區拍婚紗照呢 這三個地方哪個地方最喜歡 一定是一二三名 但是哪個第一名 紀事開始 他還要考量到很多 我覺得巴黎第一個就刪除 因為他的飛機票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我在想日本 不是日本 就是韓國 但我覺得沖繩就有可能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去沖繩 海濟州島還沒有那麼的紅 有海景 而且他那邊有很多 偶像劇去那邊取景的地方 然後還有很漂亮的海邊 是 你覺得呢 可是我也覺得是沖繩 因為紀州島感覺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去 因為感覺是去紀州島感覺就是 可能會拍一些傳統服飾那種 但你說要拍婚紗 婚紗感覺到那種漂亮的大水 有大海 海景漂亮的那種 對 沖繩就有點像東京 而且日本的機票滿便宜的 沖繩海濟拿來的話 對 還滿華盛的 5 4 來 沙花 沖繩啊 有人插花 B組插花組什麼 我們選沖繩五萬 五萬 為什麼那麼有自信 因為我們最近有很多朋友 都去沖繩拍了 所以你最近貴了 而且我們 有很多朋友在做婚紗業的 然後他們也是有個套票 就是去沖繩拍婚紗 沖繩有個地方很漂亮 是什麼 什麼天主教堂還是什麼 他有啦 什麼水晶教堂 對 透明的對不對 對 好像是有這種 好 你們五萬是吧 五萬沖繩 請檢 沖繩 3 2 1 好 好 好 因為旅途近啦 對啊 花費不高嘛 現在有些朋友已經 婚禮就辦在沖繩了 對啊 台灣民眾最愛的海外婚紗地點沖繩 除了交通方面 一到一個半小時就能到達 價格算CP值最高的一個海外婚紗選擇 很多台灣人會去 所以代辦公司不少 語言溝通也不是問題 邊玩邊拍婚紗 絕對是難忘經驗 第二名是巴黎啦 網友認為呢 花都巴黎適合 紀錄情侶間的愛情故事 街道和人群都是最美的風景 當然價格也不符 對啊 對啊 接下來進入第四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講 1 蹲廁所比賽 2 倒立吃麵比賽 3 睡午覺比賽 怎麼那麼像 這個不是那大集合吧 走神大賽 他一定說 煞煉哪個比賽是真實有的 對 題目一定要這樣 來 請出題 請問 煞煉哪一項比賽 在韓國是真實存在的呢 是蹲廁所呢 還是倒立吃麵呢 還是睡午覺呢 來計時開始 這個蹲廁所 我覺得是倒立吃麵耶 因為你睡午覺比賽 你怎麼去評判 蹲廁所就比較就是 提耐力 對 深蹲 深蹲 對 深蹲 那吃麵比賽 我也覺得是吃麵耶 因為睡午覺比賽 我覺得比較像是日本人會辦的 日本人很喜歡辦什麼睡覺 對 誰可以睡很久的 我覺得倒立吃麵 因為它有它的難度 又有湯汁會倒流鼻孔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蹲廁所比賽 也比較像整人的 比較像日本 對 他唱什麼感覺 韓國有辦過走神 但是不知道真的 可是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比賽 是放空比賽 然後他就是做 對 你對你的心 就是心跳 然後還有脈搏去做 去做測量 對 那我們現在想的是韓國 真實存在的 他都有 真實存在 可是他們有麵 韓國人吃麵多嗎 韓多人吃 炸醬麵 乾的也不會啊 乾的就不會 我覺得吃麵比賽可以 黑黑的 吃麵 來 請放剪刀 不要剪 A組選擇倒立吃麵比賽 B組插花組請講 我們選擇是睡午覺比賽 因為我們以那個 以醫學來講好了 如果蹲廁所蹲太久 會有痔瘡 那如果說倒立吃麵的話 如果你不小心 嗆到肺部的話 會有西路西肺炎 所以這兩項是非常有爭議的 所以我們選擇是睡午覺比賽 1到5萬多少錢 他現在有30萬 差3萬的睡午覺比賽 比較最安全 菁姐 菁姐 倒立吃麵比賽 好厲害 怎麼會 怎麼會 現代人工作 生活節奏繁忙 以至於睡眠時間長長不足 韓國最近舉辦的 森林睡覺大賽 總共吸引了八千多位的睡神 來報名人家 八千 八千多個人 還躺得滿地都是 好可怕 主辦單位調查發現有60% 四千八百人 一天睡不到六個小時 也有不少人 是因為生活壓力才失眠的 甚至於因為工作或課業 不敢睡覺 因此希望藉著這個活動 讓大家好好放鬆一下 有意義的啦 有沒有那種裸睡組的 那... 那更睡不著吧 來 咪雅 好 加油 加油 好 好 好 還是已經在第四題了 有進步一題了 第四題請出三個答案題 1 胃 2 皮脹 3 肝臟 請出題 人在忙碌時會忘了吃飯 甚至餓過頭反而不餓了 請問這其實是身體 哪個器官的作用呢 是胃還是皮脹還是肝臟 計時開始 通常都會覺得是跟胃有關 可是... 因為跟吃的有關 對啊 肝 我覺得是肝 肝好像會分泌什麼肝臟 對啊 可是肝臟是肝臟 我覺得有可能是肝臟 肝臟會分泌一些 肝糖什麼的 肝臟就是肝臟 是因為它分泌了一些肝臟 所以會讓你覺得說其實你... 其實不是有斷食嗎 不是有斷食嗎 對... 然後它就說什麼... 什麼肝會造成什麼胰島素 還是怎麼樣 然後... 胰島素 是嗎 好像是... 就是變成它會去壓制 我忘記了 想要寫皮脹 作用是什麼 沒有 皮脹它就是... 我們那個... 那是什麼 肝跟胰臟是解毒肝 那是盲腸嗎 那不是 所以你覺得是皮或肝 我覺得是肝臟 你覺得是肝臟 我覺得是肝臟 那就肝臟 我不知道 我是猜肝臟 你不要淘汰 因為就不知道 3 2 1 過了進食時間 你不吃東西 人體的血糖下降 體內荷爾蒙會發出飢餓的訊號 但飢餓仍不進食 就是你餓過頭了 肝臟便自動產生一種酵素 分解儲存體內的脂肪 產生糖分 令血糖水平回升 飢餓感消失 但注意 腸餓過頭了 對身體是無異 大家不要只聽前半段 那這樣很好 不進食它消化脂肪 那我們就瘦了嗎 瘦很快 可是你不吃的話 你會生病啊 對 而且你下一次吃的時候 它會加倍的吸收 所有的脂肪 因為它怕你常常餓過頭 對 全部會暴住 暴飲暴死就這樣 營養師還是說正常吃 這是吃的食物的種類而已 對 第五題 請出三個答案 請出題 年輕人常常都是月光族 根據調查發現 美國35歲以下的青少年 平均有多少總資產呢 是有15萬台幣 25萬台幣 還是35萬台幣 來 計時開始 台幣 我知道是不是 會不會是平均值 沒有 因為35歲 他有沒有講月光族 月光族 沒有存錢 這個一定是平均值 對 你覺得 我覺得會不會是25萬 因為我覺得15萬 好像真的太少了 因為青少年可能那種 可是他說35歲以下 所以像我現在都還算 是35歲 青少年 可是他講的是針對 就是常常花錢 手都存不住錢 對啊 沒有存款 如果你會存錢 就不在這個範圍 你覺得 我也覺得是15萬 這是15萬嗎 因為就是月光族啊 對啊 他不知道什麼 要沒錢就真的會有沒錢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平均值啦 應該就是花到15大 10 9 8 7 6 5 他們是消費的多少 不減 不減喔 A組選15萬 B組 插花組 請講 我們選15萬 沒錯 3萬 3萬 對 3萬的15萬 15萬 對 最少 如果真存不住錢 他也就存不住 永遠存不住啊 你時間越久 人家已經買車買房 你還是沒錢 有的人存錢 就不叫月光族了嘛 對 好 15萬 來 請檢 請檢 15萬 3 2 1 2 2 15萬 結果你是對的 好多耶 對 米亞剛剛講到25萬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得了研究發現 美國18歲至35歲 遷徙世代資產 跟前世代比起來 大幅下滑 因為面臨著更大的經濟壓力 過去十年間 美國教育成本增加65% 其他生活成本 如飲食 醫療 保健 住房跟交通也都增加 消費者基本上沒有改變 但是他們周圍的環境 不斷地發展 使得經濟上受到限制 平均每個人只有不到8000美元 約新台幣25.2萬的資產 對 這樣了解 了解 好 現在B組有30萬 請就位 B組 來 現在B組有30萬 總共有5條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成本過高 二 人員流動率高 三 同業競爭激烈 請出題 飲料店是近年台灣餐飲業成長最快的行業 不過統計處資料顯示 飲料店業者目前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呢 你就是業者 對 業者 計時開始 老闆娘 老闆娘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人員流動率高 不好請 不好請 然後找不到人 對 以前我做過聲音也是不好請 現在年輕人 你看到 對 她一個不開心她就走了 她不來就不來了 對 你不是八九點要來沒有 沒有 我睡過頭了 我明天再說吧 真的 我很常遇到這個問題 對啊 你又不能隨便開除她 錢账費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大家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不只贏料力 就是希望年輕人要就是有 肩膀承擔自己的工作 對 現在很多店開不了 是因為請不到人 那我就選紅色了 還有你們說的問題 對啊 3 2 7 人員流動率高 好棒喔 好棒喔 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 業者目前面臨最主要的困境 以人員流動率佔最高 54.6 同業兼競爭激烈排名第二 52.7 營業成本呢 上升占52.7 排名第三 所以第一個剛剛是人員流動 第二個是同業競爭 第三個成本高嘛 對不對 其他困境包括人事成本高 租金高 消費者喜好變化快速等 專家建議手搖飲料企業 應該提升員工福利 建立明確升遷管道 讓員工知道職業發展可能性 或許可以降低流動力 對 就是讓他覺得參與這項 他是有前途的 而不是比如說3萬5 4萬5 6萬 最多是這樣的 他便沒有前途了 對啊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請出三個答案請 請出題 成語愛不釋手 形容喜歡的捨不得放手 請問在典故中 是因為人們喜歡誰的作品 而愛不釋手呢 計時開始 愛不釋手 每一個都好愛 怎麼辦 我上次好像就死在這種 歷史人物上面 好 我們一個來一個分析好了 這三個人應該是不同朝代的吧 對嗎 對 不同 我是都在國文看 課本他沒有看到嗎 都曾經在同一本書過 對 出現在同一本書 跟朝代就不見了 對 李白是唐朝 然後曹元明是東進 蘇東坡是宋唐 不同朝代 他是國文系的 國文系的 但我們現在了解朝代好像也沒有用 對 所以我才敢跟你講 對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李白好像也太理所大 所以應該是二跟三來選 曹元明 我也覺得輸 你覺得蘇東坡嗎 因為感覺宋朝好像比較浪漫一點 對 而且因為曹元明其實 一直都找山水的東西 比較多 對 所以好像不算會有愛 我覺得是李白 9 8 7 李白或者蘇東坡 蘇東坡 3 2 1 蘇東坡 3 2 1 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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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題會選陶淵明 因為之前有出過三個答案 李白鶴之章的蘇東坡 所以他兩個是固定條額 條額永遠這兩個 中間一直換而已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我剛剛本來想講 一定選陶淵明 真的 你為什麼說李白鶴之章蘇東坡 對不對 但我們那一次答案是李白 李白鶴 這兩個條額永遠 對 這說什麼杜甫也是條額 對 陶淵明是近代人 不願五斗米折腰 器官回鄉 他的詩作寫得像兒歌一樣 通俗易懂 字裡行間卻充滿了情操跟氣節 那這個情是彈琴的情 不是我們講的情操 良朝的蕭筒 給陶淵明的詩作編輯裡面做序 他說我愛讀陶淵明的文章 不能釋手 因為他也喜歡陶淵明的文章 拿他手裡久久不肯放下 他愛不釋手 愛不釋手 就這樣來的 因為蕭筒是皇帝吧 對 好 良朝對不對 蕭...蕭什麼 狼牙榜 狼牙榜 他是蕭叫他 大梁 對 蕭家姓蕭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邊送你們的禮物呢 是我們哈拉眼神電影票 以及我們多功能方形協文烤盤 百夫長旅行箱 喉哩爽軟糖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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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